像這個嚴重的 像那一隻拔 樹叢邊不停冒出煙來 走近一看更淒慘 阿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生這個事情 西瓜田裡飛機殘骸四處散落 冒煙起火 樹叢的那一頭也有殘骸在燃燒 飛官當場殉職 第一時間趕到的民眾 忍不住驚嘆 喔 我不敢過看 最近意外是發生在一早八點多 高雄空軍官校少衛飛官徐大軍 駕駛AT3教練機 上午8點03分從岡山基地起飛 執行訓練任務 三分鐘後莫名在大岡山光點消失 就在田挫一路77號附近轟然巨響 志氣陸下了飛機撞地的瞬間聲響 警方消防局出動13車34人趕往搶救 單飛官已不幸殉職 人員是在飛機殘骸的附近 23歲的徐大軍就在平常訓練的場地裡 第二次單飛 先由教官代飛一次 做了三個起落 確定狀況正常後才單飛 為何會不幸喪聲呢 其實在高雄的天氣相當晴朗 而且也沒有大批的候鳥經過 我們在空中並沒有接到任何飛機故障 以及人員的彈射效果團 這是無限電護照 空軍初步排除天候鳥機 以及飛機故障的可能性 安全起艦下令全面停飛AT-3教練機 同袍列隊經理 送少衛飛官最後一程 場面令人鼻酸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